货车才刚过弯 失控转了大半圈 撞到停在路边的车辆才停下来 副驾乘客瞬间被抛飞 重摔在地 他还试图想起身 但连翻身都没办法 下秒车子冒出大量浓烟 附近住户睡梦中被巨响吓醒 赶紧跑出来帮忙 救护车货报抵达后 立刻将乘客跟自行爬出逃生的驾驶给送医 货车车头全烂 门框也变形 几乎撞成废铁 不过最无辜的恐怕是 超无奈停在家门口的三辆车 都没逃过一截 令民车主也超傻眼 加起来供四辆车被波及 连民宅也遭殃 铁门被撞凹铁卷门分离 造势的是驾驶徐姓男子 7号晚上11点多 他沿着原山路一段往宜蘭市方向开 结果疑似过弯不慎才会暴冲到对象车道 还酿成火烧车 幸好有热心民众拿灭火气灭火 目前驾驶跟乘客都还躺在医院 双方讨论赔偿问题之前 无奈的住户只能自己先拿扫把收拾上后 TVBS新闻简大成 吴玉亚一烂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